普丁日前下令俄罗斯的核子核阻部队进入高警戒状态 这代表其他核子国家 尤其是那些跟这次乌克兰危机联动 而且拥有核子武器的北约组织国家 也就是美国、法国以及英国 也势必要摆出相对应的态度来进行核武备战 也正因为如此 现在全世界都人心惶惶 担心我们是不是要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且甚至是一个核子战争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这场核子战争大体上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当然这是如果 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 失去了对俄罗斯以及普丁最低程度的信任 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保持沟通的一个外交途径 而且普丁也主观的愿意去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当然那就很难说了 不过这种状况发生的几率真的不大 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呢 主要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可是核子武器最好的用途是在透过其相互保证毁灭 也就是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机制 来吓阻其他核子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来侵犯我的连土 也因为这个机制 美国与北约国家都希望用外交的手段来避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窘境 而不是透过大幅度的升级俄罗斯边境也就是跟波罗迪海国家以及波兰这些跟俄罗斯相交的一些北约组织国家 在上面做一些军事部署 用武力的方式来恫恶俄罗斯 那就算战争爆发到现在 西方国家最核心的策略仍然是透过经济制裁俄罗斯 以及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来搞垮俄罗斯的后勤 让普丁知难而退 但当普丁把使用核子武器挂在嘴边之后 北约国家就必须做出对应 无论是德国透过国会的特别会议来大幅度增加自己的军事预算 以及送军备进到乌克兰里面去 那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以前是绝对不会干这件事情的 或者是说连历史上所谓的最中立的中立国瑞士 也要来对俄罗斯的资产进行冻结 简单来说 普丁的核武威胁其实造成欧洲战略不去大幅度的转弯 对俄罗斯采取更具有敌意 也更具有威胁性的方式来制衡俄罗斯 那就其结果来说 这会大幅度增加俄罗斯升级这场战事的成本 也就是让普丁在使用核子武器这件事上 更进一步三四而后行 那第二部分就是核子武器所造成的伤亡 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当代武器可以比拟的 换句话说 使用核子武器所产生的代价 会让俄罗斯被全世界都当成头号公敌 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 在这种状况之下 俄罗斯很可能会被这个世界完全孤立 甚至是封锁 进而造成俄罗斯有油有天然气 也没有地方卖的一个产状 并因此破坏整体俄罗斯的经济 对于普丁来说 或许他打这场仗 背后有国内的压力与经济稳密的考量 但以及要用这次的战争来转移 国内的一个经济问题 或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 来拯救自己的政权 但使用核武对俄罗斯的代价 跟现在的经济制裁相比较起来的话 根本是小屋见大屋完全不同的等级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考量 理论上来说 普丁除非有非用核子武器不可的理由 否则应该就只是嘴巴说说 单纯是为了要在跟乌克兰谈判上面 取得更多的筹码 或是要以此去要挟西方国家 来压着乌克兰投降 但是他没想到是事实上 现阶段来讲没有人要跟他示弱就死了 而且就算他真的有在考虑使用核子武器 国内其他政治精英也不见得会认同普丁的行为 并竟不是每个人都想跟他一起玉石俱焚 而这个时候 这些政治精英也很有可能会被迫 需要采取某些行动来挽救自己的利益 甚至是说是整体俄罗斯的利益 依旬上面的这些论点 普丁把核子武器搬上台面 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只是在进行更强烈的一个恐吓 而不是真的想要使用核子武器来毁灭乌克兰 甚至是人类的文明 但在某个特定的一个条件之下 普丁是真的很有可能跟你过出去了 那那个条件就是普丁主观的认为 所谓的西方国家可能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 甚至是摆明了要强制透过任何方式 来让俄罗斯的政权转移 让普丁下台 西方国家已经表态了很多次 他们是不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 因为首先师出无名 毕竟乌克兰并不是北约组织的一环 而且他们也不想跟俄罗斯硬碰硬 插枪拖火搞成所谓的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如果普丁认为西方国家完全不可信 主观的认为 这些国家说的话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那普丁可能就会因为误判前世 把自己内心的不安 用升级冲突的一个方式来展现 将我们赛局理念所说的胆小鬼博弈 也就是chicken game玩到底 用核子武器来看看到底谁才是这个胆小鬼 美国与西方国家自然不希望这样的无犯发生 所以彼此之间的共同管道都还是继续维持着 例如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会谈前 就跟双方单独的通过电话 更别提所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团队 也在莫斯科继续正常运作 从这个观点来看 虽然误判的可能性一直都有存在 但保持外交沟通的一个管道 确保彼此之间都知道 这场战争的底线在哪里 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所以说即便我们不能排除 普丁可能会误判前世 把西方国家当作完全不可信的对手 独断的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退回到所谓的1953年 韩战结束之后的一个新冷战局势 但至少目前看起来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不会发生 所以在美国把外交人员全部从俄罗斯或莫斯科撤离之前 我认为我们都不大需要去太担心这件事情 普丁他个人或许很疯狂 但所有的政治决策者政策决策者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理性 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理解他的理性计算的原则是什么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 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环宇全世界 2.0全新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籍观点 请锁定环宇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